不管你有钱没钱,都要远离这些人关系你的余生,人生中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,有些人陪伴你走过人生的旅程,而有些人却只是短暂经过生活中,有些人关系再好,投入再多的精力和时间,到最后才发现其实换不来真心,那便是充满了负能量的人,他们不仅无法给你带来正能量和成长,反而可能会成为你的负担和阻碍。 遇到低能量的人,学会断舍离,与这些人保持距离,你会生活得更轻松,传承国学经典,文脉根质于心,欢迎订阅俗语点击。 被生活逼穷的人,宋代,有一个叫于令仪的商人,家境非常富有,一个小偷潜入其家,寻找金银财宝,其几个儿子把小偷抓住了,要严厉惩罚,于令仪问小偷,你平时很少做坏事啊,怎么现在做小偷呢? 小偷说,我实在太穷了,希望有一万钱,还有衣服和食物。 于令仪马上安排下人,给小偷钱,衣服食物等,又说,现在已经是半夜了,你若出去,会因为违反宵禁的规矩,被巡逻的官兵抓住。 在我家住一晚,明天早上离开吧。 后来,小偷就变成了良民,不再打扰于令仪,从人性、社交等多方面分析,商人用了顽米养恩,单米养仇的规则,花钱不多,但是善良的光辉很大,从而避免了小偷一次次偷袭,一味地帮助穷人。 穷人会被养成仇人,有原则的帮忙,保持距离,大家相安无事,在背后嘲讽你的人,人到晚年,心平气和的生活,很重要,但是,如若则有不慎,则会导致自己情绪反复起伏,活得疲惫,人老了,要趁早远离,总是在背后重伤你的人,尤其是,喜欢在背后嘲讽你的人。 喜欢讽刺你的人,其实,从内心瞧不起你,在他眼里,无论你有多少优点,无论你过得有多好,他从心底都不会真心认可你,祝福你,喜欢嘲讽你的人,不但不认可你,而且还喜欢四处诋毁你,损坏你的名誉,不必与瞧不起你的人身交,也不必与喜欢讽刺你的人交心,因为,不管多富有,过得有多好,爱讽刺你的人,看不到你的优点,人生在世,生活是自己的,不必向谁证明, 活好自己的人生,就是一种幸福,人老了,远离在背后嘲讽你的人,让自己活得清静,只顾自己利益之人。 虽说,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,本是常态,但如果对方把痛苦建立在你身上,甚至依靠你和他的感情,来谋取福利,这类人便不值得你付出真心,就像《孟华录》中的台词那般,有的人是没心的,你对他帮助,他反而觉得是施舍,你对他好,他反而觉得你别有所图。 所以,没必要对一个不够真诚的人付出太多,得不偿失,就像电视剧《少年派》中,钱三姨在林妙妙的争取下,选择接受电视台的采访,但自己的同事却在没有知会他的时候。 选择把他患有抑郁症的事情公之于众,虽然赚足了口碑,吸引了不少流量,但却让钱三姨受到了舆论的口诛比伐,这样的同事,往往只顾利益,没有人情味,最好要远离,唯利是图的亲戚。 亲戚虽然有血缘作为纽带,但不是每个亲戚都值得你去亲近,总有一些亲戚要比想象中更让人讨厌。 你若不远离,只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损失,人心都是险恶的,人性都是难测,你以为血缘能够成为关系的保障,但其实它根本就抵不过利益的诱惑,那些唯利是图的人是不会顾及血缘亲情的。 他们只会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,有利益可能是会对你很好,可一旦发现你无利可图,就不会把你放在眼里了。 这种唯利是图的亲戚是不能走太近的,就是你拿一颗真心去对待他们,他们最终回报你的也只有伤害,人到中年,不管你有钱还是没钱,都别和唯利是图的亲戚走太近,爱算计的人,幸福还会来敲门中的黄自立,在失去工作之后,碰到葛大运,他拉他参加饭局, 当着所有人的面工为他,要他一起合作,卖保健品,并且承诺不会亏待他,会给他很多好处,看似是在黄自立危难之时帮他一把,实则是想借他科室主治大夫的身份做虚假宣传,葛大运能从中谋取更多的利益,黄自立渐渐明白葛大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,不愿与其同流合污,拆穿了他的鬼魅伎俩,两个人决裂,他保住了自身的名誉,没有因为钱而放弃做人的底线,有的人, 看似在抛出橄榄枝,想与你互惠互利的合作,其实是想利用你,想从你身上获得更多的利益,与处处算计的人在一起,他会总想用最小的代价,让自己收获更多的价值。 价值观差距太大的人,知否中的明岚,接触过沈国舅的妻子张贵芬,也见过他的妾室小邹氏,小邹氏骄纵跋扈,做事没有分寸,心肠歹毒,肆意妄为,明岚一眼,就知道此人不能深交,他接近张贵芬,劝慰他不要自怨自艾,更不要躲在屋子里装病,大好的青春年华,不能白白浪费,不管输赢,最起码要靠自己去争一争, 他知道,张贵芬人不错,是豁达通透之人,几次聊天之后,情如姐妹,后来,明岚为了救张贵芬奋不顾身,两个人的关系更加亲厚,一细词中写道,二人同心,其力断金,同心之言,奇相如蓝。 三观相合,沟通就会变得很简单,不用多说,两个人的感情也好,图谋的事情也罢,都会往好的方向发展,酒肉朋友,很多人十分好面子,明明生活拮据, 却非要在别人面前打肿脸充胖子,人到中年莫在穷大方,要明白,在家庭的幸福跟前,面子根本算不了什么,人情世故少不了金钱付出,我们不能太抠门,也不能太大方,到了中年,就要分清哪些朋友是真朋友,哪些朋友只是凑数,用金钱去维系友谊并没有错,但过度消耗钱财的朋友,有很大概率,只是酒楼朋友。 老话说,君子之胶蛋如水,小人之胶肝若里,有酒有肉不缺朋友,患难之时,才见真情,人到中年,想要改变,就得狠下心来,远离那些只聊吃喝不务正业的朋友,酒肉朋友不可交,一个成年人,若不能将精力放在家庭和事业上,余生将充满苦楚,喜欢说是非的人,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是非。 我们一定要知道,不管在任何时候,喜欢说是非的人,千万不要交往,因为在这个世界上,有些事情是非常可怕的,一旦进行交往的话,就会导致更多的问题,生活出现一个非常复杂的事。 人生有很多是是非非,在更多的时候,我们真的应该考虑,不要总是觉得生活很现实,其实有些事情就是这样子的,只要我们需要把每一件事情想好就可以了, 其实在更多的时候,真的没必要去做那些没有意义的事,与人交往,一定要懂得正确的生活方式,在更多的时候,需要考虑各种细节,只有我们能够明白,生活才能够真正的把握生活在选择交朋友的时候,别光只看这个人有没有钱,还要看其他的事情,如果有钱的话,其他的成本不好也可怕。 暧昧不清的一性,比起20岁的血气方刚,30岁的历身历来,40岁的功成名就,50岁应该算是一个享受的年纪,在年轻时稍微努力过,机会和运气获得过一点助力的人,到了50岁,基本上在经济上都不会有太大压力,事业上趋向平稳,等待退休,经济上多少拼搏努力。 房子车子存款几乎都有一些,婚姻家庭上经过多年的磨合,早已是亲人的关系,然而正是这样的安逸,人们的内心才会生出一些保暖似淫郁的欲望,希望如年轻时的那样。 身边有一个人,能够体乙之暖,给自己逐渐年老的心,带去一些激情和涟漪,不可否认,不管到了什么年纪,对激情和爱情的追求,都没有错,三观不正的亲戚,无论是普通的人际交往,还是家人之间的血脉相连,都是需要三观作为基石的。 但凡家人之间有人三观不正,都很容易给你的生活带去影响,甚至是将你拖下水,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,在没有相同三观的情况下,纵使是亲戚也很难友好的相处下去,所以,尽早远离那些三观不正的亲戚。 才是每个人对自己最好的守护,通过一个人的三观,你可以看清他的为人,你可以知道他到底值不值得深交,若对方三观不正,那即便有续缘关系,也应该与之保持距离,坚持正确的三观,不让自己被三观不正的人影响,往后的人生才真正能够越过越好,目光短浅的人,很多时候,只要我们能安守本分,日子也算能安稳地过下去,可一旦有意外发生了,因为没有前瞻的想法,生活就能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。 所以说,如果你只是想要短暂的幸福,你的目光可以短浅一点,如果你想要得到长久的幸福,你的目光就一定要放得长远一点,最怕的,不是自己的目光不够长远,而是,因为自己短浅的目光而堵住了未来的路,能把日子过好的人,他们往往站得更高,看得更远,即使是同一件事情,他们都会比旁人有更多的顾虑,而这一些顾虑又会有相应的解决措施。 所以,他们能取得成功的几率,比旁人大很多,斤斤计较的人,一个在生活中斤斤计较的人,是不会有好的人生的,过度计较,什么都算计。 跟这样的人相处,吃亏的只会是自己,斤斤计较的人,眼里只有自己,根本容不下别人,什么事情都会被无限放大,要想让自己过得越来越好,就要远离心胸狭隘的人,才不会被算计。 凡事计较的人,有一点小事都会抓住不放,是很难包容你,只会消耗你,与这样的人在一起时间久了,自己的格局也会越来越小,人这一生,要想变得更好,就要和让你有所成长的人相处,斤斤计较,不会有什么大的成就。 唯有心胸开阔,方有好的人生,远离不是断交,而是逼着其借掉依赖思想,同时也保护了自己的富贵,有自私自利的一面,也有大公无私,高瞻远瞩的一面。